大家早上好 感谢大家收看 GoMaiS比日财经快讯 GoMaiS一站是全中文服务 为您的交易主上一臂之力 今天是3月8号国际妇女节 预祝大家节日快乐 上周五尾盘的时候 美国市场是先跌后涨 那么道雍斯指数上涨1.3%左右 NASA克也是小湖 创出了近今天的一个小湖新高 但是在过去一个星期 甚至两个星期的时间 NASA克股票指数依旧是大幅下跌 那么澳洲在受到上周五 美盘尾盘上涨的影响 今天开盘拉升 尤其是此前下跌幅度 比较大的股票 今天上涨 都比较靠前 像APX今天上涨超过5% TW上涨超过7% 目前的报价是11块钱 澳元对美元受周末 美国市场的影响 周末美国公布的消息 继续向普通百姓 发放一定的救资金 那么资金可能是在 400美金每个人 那么这样的消息 会导致非美货币队上涨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黄金价格是在美元走弱的时候 现在上涨到1705美金附近 非美也是向澳元对美元 冲到了0.77上方 因此短期来讲 我认为白天的价格走势 依旧会延续早盘的现象 除非是到了晚上欧盘 美盘开盘之后 可能会产生反转 那么今天的内容 我们主要是讲一下 大家关心的一个话题 就是泡沫对股票市场的影响 以及在目前的经济环境中 泡沫究竟是能持续多久 是否会在短期破灭 那么首先我们提到一个观点 就是在任何有人类历史上 只要经济复苏 经济在增长扩张的过程中 必然会出现泡沫这一现象 主要是因为我们人类 都有欲望的 大家都希望 把明天的钱拿到今天来花 都想要赚十块钱 赚一千块 一千块不满足 还想赚一万块 这是人类在进步发展的天性 所以泡沫是必然 在社会发展中的一个 必然结果 那么我们去怎样 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认为泡沫首先 会有一个价值 叫做时间价值 也就是说我们只有 对未来的不可预测的事情 进行一个价格评估的情况下 才会产生一定的泡沫 比方说JK今天在上班 那么一个小时的工资是多少 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因为我们在对当下 做出了一个确定性的判断 那么对未来时间上的价值 如果我们不确定的话 比方说未来一家企业 在一年后能是 什么样的盈利情况 它的适应率是多少 那么这样的情况 我们就要通过预估来判断 因此就会赋予它时间价值 对未来时间价值的折现 就折现到现在的股价上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对一些科技股 未来的预期抱得非常大 假设它现在的用户数量是100万 那么如果是一年之后 我们预期它能做到1000万 的股票的市值 就会增加10倍 因此对未来时间价值的预判 就是泡沫的核心因素之一 第二点泡沫是快速产生的 如果是缓慢增长 就叫价值投资 只有在短时间里面 我们经济学上最核心的 价格上受影响的角度 就是供求关系的变化 也就是说在短时间内 需求方极大的增加 而供给方没有做出 太多的改变的情况下 比方说原来有10套房子 现在突然有一万个人来 拍卖房子 那自然的房价就会大幅上升 因此供求关系 短期内严重失衡 造成了泡沫 短期非常有上冲的现象 又像当年英国市场的郁金香 包括英国的股票 东印度公司 包括美国在大基建时代 铁路公司的股票价格 都反映了这一情况 那么最后这些公司股票 无意乱纷纷下跌 那么在当代 我们想给大家提示 就是一定要拥抱泡沫 因为泡沫 它不是在短期内可以破灭的 破灭的信号有很多种 第一种就是资金在短时间 开始离开市场 也就是说它会有更好的选择 第二就是资金的使用成功 成本快速上升 它不得不考虑还贷 不得不考虑个人信用问题 但是在目前的经济环境 如我们看到的 美国政府在本周末 通过的这个法案 依旧是对未来的经济 进行货币上的支持 如果市场上有充足的流动性 我们认为资金成本 依旧是比较低 美国部分银行的存款利率 已经是下调到了 负利率时代 这个负利率是实际利率 不是民意利率 民意率可能还是在0.25% 但实际利率已经是下调到负值了 所以说资金的使用成本 依旧是非常低 那么这一关键因素不改变的话 我认为泡沫在短期内不会破灭 因为大家没有必要拿去还钱 我们知道资金的价值 很关键一点 跟泡沫价值是一样的 体现在时间价值上 如果未来我们认为货币是贬值的 那么我们没有人会把资金 放在没有收益的产品上 同样美债收益率在前段时间走高之后 最近受到美国政府的口头打压 最近有所回调 但我认为从中长期来讲 这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所以股票市场上 我们出现了科技股的回调 出现了前期上涨幅度比较大 抱团白马股的回调 这都是比较正常的现象 那么在未来依旧是关注两个点 第一点就是美联储和澳联储 这种央行级别的中央机构 能不能继续保持货币宽松 第二点就是看银行的贷款率 如果是现在像美国财政部 已经开始还债 那么还债之后 它大量的现金就流到市场上 流到银行里 银行拿了这些现金 比方说是4000多亿 有杠杆 10倍的杠杆 银行就可以放贷出去 接近4万亿美元 这样的一个金额 会对经济起到直接的冲击 让资产价格基于大幅上涨 所以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 美国股票市场 依旧是会有可能创出短期信号 尤其是道用四指数 那么澳洲股市 随着澳元出现回落 跌到了0.78下方 回到正常水平 澳洲股市开始逐渐吸引国际资本注入 不分前期低估的 或者是价格下跌比较大的股票 在未来也会得到合理的固执修复 因此在当代 只要资金还在市场上充足流动 那么泡沫就没有消失 我们就要学会拥抱泡沫 实现自己的价值 实现我们投资的资产价值的增值 那么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想要获得更多的资讯 欢迎和我们屏幕下方的微信 小助手联系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